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战是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8月28号 星期三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本地市场情况 那么由于前一天晚上的美股市出现了大幅的反弹 使得在昨天澳洲股市同样也出现了上涨 但是涨幅相对较小 截止售盘时间 澳洲200是上涨了0.3% 其中之前我们重点推荐的NAN 也就是医疗板块中的一个高科技股 在昨天发布了其强劲的业绩报告 股价涨幅超过了32% 在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同样也表现不错 上阵指数上涨1.3% 深圳上涨1.5% 沪深大盘指数上涨1.4% 在欧洲方面 英法德 英国有小幅的下跌 德国和法国则分别上涨 幅度大约是在0.3%至0.5%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在昨天没有保持前一天晚上的强劲上涨 在昨天三大指数均出现了小幅下跌 跌幅大约都在0.3%至0.4%之间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持续维持在高位 目前1盎司黄金报价为1542美元 石油价格则稳步回升至目前是55.50美元一桶 而数字货币比特币价格目前则报价为10300美元 在今天的任务话题中 我们来首先说一下的是有关澳洲降息的事情 我们知道澳元在6月和7月已经经历连续两次的降息 很多客户和朋友们都在问我们 这个澳元未来还会降到多少 这个降息降到之后真的会对经济有所帮助吗 那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的是 澳洲的降息其实是为了 并不是说澳洲现在的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了衰退 事实上澳洲经济还在增长 只是增速是在不断放缓 因此现在对比美国2007-08年相比的话 是在金融危机时降息不同 澳洲的降息更多的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 也就是为了应对现在全球经济放缓 所提前做出的准备 那通常来说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说到 一次完整的降息计划 通常是包括了开始中间和结尾 所以现在刚开始6月和7月两次的降息 你不可能说经济恢复之后呢 之后什么都不管了 即便是经济开始稳定了 开始恢复了 最终也需要一次降息来巩固 所以说从现在到整体这个降息计划的结束 中间至少还有一次到两次的降息 而事实上在本周初澳洲央行的副行长表示 有鉴于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英国 比如说加拿大 他们的历史最低纪录呢 利率的纪录 曾经分别达到过0% 0.25%和0.5%左右 因此一次到两次降息 对于澳洲央行来说 并不是最终的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如果经济持续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澳洲央行或许将会学习其他国家一样 把利率再往下降 那么他同时也强调了 在极端情况下 澳洲央行呢 也有可能会实施非常规性的措施 什么措施呢 就是购买政府债券 这个行为也就是美国之前所用到的量化宽松 也就是我们平常通俗一点讲的 印钱措施 那么澳洲经济真的有这么差吗 其实呢 我们与其说 澳洲央行准备好了这些极端的措施 还不如说呢 澳洲央行是准备好了 这个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出现的极端情况 我们知道呢 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到现在 一直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 而且最近双方呢 是火上添油 不断的是加大了 对各自关税的这个征收力度 所以如果最差的情况发生 中美无法达成协议 那么中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 持续的高关税状态 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依然保持经济增长 那势必就离不开 这个我们说的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那么大规模刺激计划呢 势必就会带来一个 一个必然性的问题 就是货币量必须增加 而从基本的供求关系来看 一个商品的这个供应量不断增加 势必将会导致它价格的下跌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市场上目前非常担心 中美如果谈不成 那么中国将会大规模的刺激人民币 势必将会导致人民币的汇率下跌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其实澳元和经过过去20年经济的 和中国持续的绑定 澳大利亚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呢 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 维持高速增长 所以它势必需要依靠 外界的这个对于物资 对于原材料的需求 那么如果中国经济持续放缓 对于澳洲来说 将会是一个持续的伤害 这也是为什么呢 澳洲央行做好了最极端的准备 最极端的是什么准备呢 就是利率逼近到零 再不行 那就要开始印钱 那么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我们来聊一聊澳洲一个著名的 这个最大的养老金公司 AMP的股票问题 那么最近有很多朋友来问 我们这个AMP的股价呢 连续下跌 从去年的3.2附近跌到现在 昨天收盘是1.66 1块6毛6 现在的价格是否能够抄底 那么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呢 我本人在去年呢 是非常幸运的购买到了AMP 大约是在3块2毛钱附近 结果在我买入的第二天 真的就是第二天 它公布了不好的消息 直接呢 是把股价打下去了20% 那我在第二天节目也跟大家说 大家可以抄我的底 我昨天买入的今天已经跌了20%了 那么事实上呢 在当时价格回升之后 在过去的10个月时间呢 AMP不断是发出的是坏消息 使得其股价从去年的3块2毛钱 跌至现在的1.66 所以最近有很多朋友们问我 这AMP是否能够现在抄底呢 那我简单来说 这个答案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首先我们知道在不管你是买股票 还是买其他的大部分的金融产品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理 就是叫做买涨不买跌 什么叫买涨不买跌呢 就是买这个产品呢 最好是在其上涨的趋势中去购买 因为我们通常都喜欢是低买高卖 那么你怎么能够判断 你买入的价格之后 它会上涨呢 那就自然是在它 在上涨的过程中我们去购买 这是最保险的 而AMP的股价在过去的10个月时间 几乎来说是越越创新低 现在的1.66对比上周价格还在创新低 因此我们谁也不知道 1.66是否就真的是它的底部 所以与其去猜测1.66是不是底部 我们还不如等待它 从L型的底部上涨变成U型之后 再去进入 那么从具体的价格来看的话呢 有两种选择 第一 我们朋友可以从 当它现在从1.66上涨超过 2块钱以上 就是2澳元以上价格再去进场 因为我们如果关心技术图形的朋友 可以知道呢 它在2澳元附近 出现了一个跳空的缺口 所以说2.0这个价格 对于AMP来说是一个关键价格 那如果你实在是觉得 我不想错过现在从1.66到2块钱 这之间的利润 那么有另一种选择呢 就是第一 我们需要看到它的季度财报 也就是10月28号发布的财报呢 出现好转 第二 除非它的股价有连续三天的上涨 一定要连涨三天 如果它的业绩报告不能好转 或者说它没有出现连续三天的上涨 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的进场抄底 从过去一年的经验来看 在过去任何时候 进场买入AMP的投资朋友们 到目前都是亏损 所以谁也不知道AMP的底部在哪里 与其猜 我们还不如等它自己恢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另外呢 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在悉尼 和墨尔本的线下活动以及讲座 欢迎点击我们目前视频的下方链接 直接选择报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